记者向城镇台北报导,台中男子王忠义涉嫌事母诈宝遭台中高分院判决无罪引发社会关注,负责检验王母尸体的法务部法医研究所法医潘智信指出,他只能限定出王母是生前落水至死,至于王母是如何落水,法医无法判断,只能由法院综合各项证据作出裁判。 潘智信下午在法务部法医所与媒体查实时指出,他根据解剖王母结果认为,王母是生前落水且溺水死亡,但王母没有外伤也没有药物反应,至于王母是如何落水,没有人知道,法医也无法鉴定造成王母落水死亡原因,必须由法院根据周边环境才能判断是自杀或他杀。 检方起诉指出,41岁的王忠义替70岁母亲王蔡秀猜头保一年期为刑个人伤害保险保额50万元,103年10月5日傍晚,王母在南投县国信乡种瓜西淹死,验尸后死亡证明书登在为意外死亡。 同年11月,王忠义申请保险理赔,保险公司向南投递检署查询死因,检察官认为有意。 104年3月月谈王后世回,王于同年4月5日,尼达基赴印尼,在桃园机场被捕,检方隔天生押获准。 1省10南投的院认为王母间,悲触皮下出血,显示是被人强压进水造成。 1杀害直系写亲尊亲属罪,盼王终亦无期徒刑。 2省台中高分院根据台大法医研究所的鉴定意见,认为王母是跌落西中撞击石头受伤,导致溺弊的成分巨大。 没有明确证据显示王母赢家公致死,今年4月释放王,9月盼王无罪。 不过知名法医高大成曾表示,王犯案的可能性高达99%,99%。